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新闻公众师老师 我之前不是说过我回国了吗 然后在酒店隔离的时候呢 我收到了这个Signings寄来的这么一个小玩具 在这里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开个箱 看看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 OK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其实是这个Signings的Korea KV260 Vision AI Starter Kit 就是入门套件 从这个名字也能看出来呢 这个东西是专门为视觉应用开发而设计的 这个开发套件 那么这个呢接下来我们慢慢的说 首先再来看看这个包装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那在这个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这个配件帽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有一根这个HDMI的线 USB 一个 URT 这个JTAG的线 还有一根这个网线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这么一个小的东西啊 我还没打开 但是它里面应该是它的这个摄像头的模块 我们一会再打开 好了我们再来开一下这个板卡本身 它有一个这个贴纸 可以贴在你的这个笔记本上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简单的说明书 说明文档 把这个打开 这里面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尔兰本身 OK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KREA KV260的这个板卡 实际上这个KV260板卡有两个部分 一个呢是这个FCA卡本身 也就是这个红色风扇覆盖的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母版或者叫这个Baseboard或者是Carryboard 这个和我们平时用的这个开发板有点不太一样 当然很多这个专业的FBJ开发板呢也有基于这个FMC接口的扩展卡 但是呢FMC卡主要还是用来做这个Io的扩展啊 这些相对简单的功能 但是这个KV260的这个板卡上面的这个呢 其实就是这个FPJ的主体 那么其他的所有的这些看这些接口的部分 其实都在底下这个大板上 这种设计方法呢其实叫做这个SOM也叫做Sysma Module 它的本质呢其实也是一种这个模块化的方法 我们可以分别设计这些核心版啊 还有这个母版啊 然后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要 比如说呢对于这个开发板来说 肯定需要更多的这个接口啊 更多调试的功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模板就是下面这个板子的这个Io做的更多一点 那么对于实际情况的这个应用或者是部署来说呢 可能我们不需要来做这么多的接口调试的功能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最小化的这个模板 那么只保留它必要的功能 那么上面这个FPJ板卡其实可以保持不变 那么反过来其实也是同样的哈 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这个底板或者是模板来开发不同的这个IPJ器件 那么只需要更换上面的这个板卡就可以了 特别是当你用熟了底层这些资源之后呢 未来有新的IPJ器件出来 就不需要再买一个新的板卡来重新的熟悉 那么直接替换一个这个上面的这个IPJ板卡就可以了 很方便 那么具体到这个KREA KV260呢 上面的这个IPJ板卡呢叫做K26SOM 它的主体呢就是一个Zinc Ultra Scale Plus的这个MPSOC 它这个呢是一个16纳米的器件 那么呢包含4核的这个ARM Cortex A53处理器 以及围绕它搭建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SOC紫系统呢包含嵌入式的这个GPU啊 这个AI处理的算力 那么从这些性能指标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是特别针对这个视觉应用来进行设计的SOM版卡 那么关于这个板子的所有具体的这个技术细节和文档呢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评论区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再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模板啊 它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接口 比如说这个以太网啊 4个这个USB 3.0 2.0啊 HDMI啊 还有这个DP端口啊 然后面还有这个JTAG啊 这个UART 然后应该也很方便来我们进行实际的这个开发和学习 不过呢我觉得这个KREA KV260的特点呢 并不仅仅是这种模块化的硬件设计方法 更重要的呢其实是它的软件的开发方法 那么玩过IPJ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IPJ开发起来呢 非常的这个麻烦 特别是和基于这个CPU啊 或者是GPU的这些软件开发相比 那么比如我们要玩一个这个Raspberry Pi 那么直接接上电源连上外设 然后开始写Python去开发就好 但是相比之下呢 IPJ完全是两个概念 传统的开发方法 要用特别的硬件设计语言 比如说这个VariLog啊 VHDL或者SysVariLog 那么这个学起来呢就很麻烦了 然后同时呢还要用很特别的开发软件 比如说304这个Vivado或者是VITES 这个也需要大量的这个学习时间和成本 不仅如此呢 IPJ的编译和调试的时间都非常的长 也得学习和掌握相应的仿真和测试的方法 所以总而言之呢 虽然IPJ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比如说这个前面说过的微软的老播项目 就使用IPJ来有效的加速他们的实施的AI推断 但是IPJ的学习和开发方法非常非常的复杂和繁琐 这个也是制约IPJ大规模应用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但是回过头来说这个KV260的开发方法呢 其实就是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不需要VITES 不需要使用二条语言 就能很快的来跑起来一个奇迹视觉的应用 事实上根据这个三明四的说法 第一次完整的配置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把这个板子来配置运行跑起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在这个酒店里面 然后环境呢也非常的有限 我手头呢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然后我后面有一个酒店的电视 它是用HDMI线连起来 那么仅此而已 我手头就只有这些东西 然后再结合它提供的这些外设和这些配件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能不能很快的跑起来一个这个视觉的应用 那么这个板子呢 304有专门的一个页面 它告诉了我们如何这个开始 并且设置连接这个板子上的所有的信息 我们就按照这个网站上的内容 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然后第一步呢 其实就是一个介绍 告诉我们刚才这个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这个板卡上 有哪些这个外设的接口啊 有什么样的这个资源啊 然后还有一些哪些这个文档 这部分我们就直接这个跳过 然后第二步 其实就是这个准备我们的这个SD卡 在我们的这个片框里呢 它其实提供了一个这个SD卡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塞灵丝的 这个image把它稍写到这个SD卡上 这个过程比较长 我现在这里就快进 然后我现在是用这个MacBook来进行这个开发 然后这个它其实整个的这个flow是支持使用这个MacBook来进行开发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OK我们准备好了这个SD卡了 然后现在第三步呢 就是把所有东西连起来 那么作为这个设计来说呢 我们需要这么几个必要的东西 那么第一个呢 肯定就是这个SD卡 我们先把这个SD卡插到这个SD卡的这个插槽里面 那第二个就把这个USD线连起来 那在上面它说就是你先插到这个板子上 首先先不要和你的这个电脑先连接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这个网线和最后还有这个电源线 为什么需要网线呢 是因为我们回头需要下载这个K860上面的这个 机器视觉和这个camera的这个应用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通过网络的下载下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网呢 也可以从官方的GitHub上呢 你可以下载这个这个全部的资源文件 然后通过U盘考到这个插到这个板子上 然后也可以进行这个开发 然后刚才我们说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这就是它的那个摄像头的模块 我们现在也需要把它这个摄像头的模块插到这个板子上 那可以看到啊 很小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直接插到我们的这个板子上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电源线在这个地方一开始 那按照它的步骤呢 一开始我们先不要这个上电 我们现在先来看它的下一步 然后第四步呢 就是可以去boot我们的这个开发板了 然后对于这个 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三种OS可以支持Windows 然后Linux 然后我们现在这里的这个MacOS也可以支持 那我们选择这个MacOS的部分 那这里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Terminal中端来打开这个连接 那么首先呢 我们应该先把这个这个USB线连到我们的这个电脑上 这个时候是不上电的 然后这里我们去看到它这有一个Type 这个其实是应该是这个DV-TTY点形 304你要你要注意把这个东西改过来 那我们先使用Terminal来看它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串口了 好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这里其实有4个这个USB Serial的这个串口啊 但是在它这个304的网站上说呢 它其实应该出现两个 我刚才看了一下啊 其实我们应该选择第二小的这个端口 其实是我们应该去打开的 我们用这个Screen命令来把它打开 OK 然后现在这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源连上 然后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个端这个中端里头出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这个其实是由于它的这个波特率啊 没有设置正确 Premium的最后要加上它这个波特率的设置 看他们使用的是125200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电接上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正常的这个显示就出来了 然后第五步呢 其实就是可以来开始我们的这个智能摄像头的这么一个加速的应用了 然后它的一些架构的细节啊 在这里 然后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呢 第一次你开始这个运行这个板子的时候呢 你需要先设置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应该都是统一的Petlinux 然后你的密码是你自己设置 那中间这些过程啊 我们就是直接copy paste 把这些命令都copy paste过来 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装安装这些这个开发库和这个包 然后我们直接就跳过 我们直接到下面的这个部分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使用这个list apps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板卡上装载了哪些 这个有哪些可用的这个应用 首先需要把我们现在装载的应用先卸掉 然后把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app卸掉了以后 我们再去安装 我们想要使用的这个smart cam的这个应用 好了 它显示的这个东西已经成功的加载了设计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 连上我们的摄像头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我的后面呢 其实是酒店房间的这个电视 然后它有一个HDMI的线 我们可以把它接到我们的这个开发板上 然后使用我们这个板子上的摄像头 来运行我们这个摄像头智能检测这个程序 另外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不需要这个网线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网线拔掉 接下来把这堆东西我们拿着它 然后把它连到HDMI的接口和连到电视上 OK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已经可以运行起来了 也可以检测到我的这个人链啊 我再来回动它也可以检测到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啊 使用这个KREA KV260的这个开发套件 可以很快的完成一个视觉加速应用的实现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添加我们自己的应用 或者是呢把这个作为一个参考来开发自己的加速设计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不接触到这个IPTA的底层的硬件内容 那么如果你是软件开发者呢 可以利用这个平台直接进行上层的软件 或者是算法的开发和加速 这个就大大降低了使用IPTA的门槛 这个过程呢也很有趣啊 同时也能慢慢的这个接触到软硬件 相当开发的一些知识和细节 并且锻炼这方面的技能 那么关于这个KREA KV260的全部学习资料呢 我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 想要学习的朋友们呢可以从这里开始 那么3M4呢有很多线上和线下的培训课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大家可以考虑参加一些比赛 比如说这个赛令司最近在做的 全球次适应挑战赛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用请点赞 喜欢请关注 我会把更多这样的内容不断带给大家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